紅色休旅車行駛在內線道 準備左轉對向重機閃避不及 直接撞上去 騎士翻轉360度飛越車子 重衰落地 地面大片血跡騎士橫躺在地 透露破裂消防緊急送醫急救 但還沒到越 男子已經傷重死亡 成為現場重機被撞毀 零件噴飛幾乎成了廢鐵 巨大撞擊聲響引起民眾注意 死者江西男子22歲 就讀彰化一所科技大學夜監部 8號早上7點 剛從叫站下大夜班準備参加 沒想到警發生死亡車禍 家人接吻2號悲痛不已 在母親節前夕白髮人送黑髮人 同時知道消息也難過哽咽 你跟他說上班他都說好 他不會說不要 他平常是上早班的 到下午3點放假 那剛好是大夜的休假 他就去幫忙 就這樣子做有點不見得 同事說死者是獨子 家中還有就讀高中和國中的妹妹 身為家裡唯一男生 是個貼心的孩子 會幫爸媽分擔家務 他說他爸爸也常常叫他幫他洗車 做到爸爸滿意為止 他們是捨不得 可是也是沒辦法 就這樣子 警方說趙澤還在離慶 膽叫車轉彎 理應理讓執行車 那個自小課車因為 走轉的關係 為理讓執行車行駛 雙方都沒有救駕 死者22歲正值青春年花 人生才剛要開始 幫同事代班 卻在下班後遇上死節 家屬悲痛難以接受 記得陳宋偉 陳思源謝雲珍 彰化採訪報導